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 9號在北京出席 2023年國際形勢 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 並發表演講 現年83歲的日本前首相 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8號公開妄言稱 所謂台灣有事歷然發生 並將成為事關日本生存的危機事態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將很難救助在台的日本人 日本必須事先做相應的準備 對於麻生太郎的言論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表示 這完全是不自量力 心懷不軌 1月9號下午15時04分 大陸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成功發射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不過該事件在台灣島內 卻被民進黨當局拿來炒作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防務部門9號下午針對此事 突然連續四次發布警報 不光鬧了笑話 外界也批評這是在製造恐慌 而且詭異的是 警報內的英文還把衛星翻譯成導彈 稍後請看詳細報導 關注聯岸 聯岸關注 這裡是海峽衛視金海峽 我是紀姐 我們一起來看新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9號在北京出席2023年國際形勢 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 並發表演講 王毅表示 2023年是中國外交的開拓之年 收穫之年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 中國外交守正創新 砥砺奮進 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營造有利環境 為維護世界和平 促進共同發展 做出新的貢獻 王毅回顧了2023年 中國外交的六大亮點 元首外交精彩分成 駐就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封碑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扎實推進 為構建人類美好未來注入新動力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行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邁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金砖機制實現歷史性擴援 凝聚了發展中國家 團結合作新力量 中國中亞峰會成功舉辦 打造區域牧林友好合作新平台 促成沙特和伊朗歷史性和解 樹立了政治解決熱點問題 新典範 王毅表示 2024年我們將緊緊圍繞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面服務中國是現代化 守正創新 胸懷大局 不斷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此外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9號發布 謝峰大使在卡特中心 紀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討會上的 演講視頻 在演講中 謝峰大使強調 對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獨分子 中國政府沒有妥協餘地 在干爭手上的關鍵中 不容於台灣隨身之間 基礎共和國族 平台 解釋 弱大使 中國政府 共產黨 解決 自然 共產黨 非 據國防部網站10日發布的消息 1月8日至9日 第17次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領導 與美助理防長幫辦共同主持 中方表示 願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 與美方發展健康穩定的兩軍關係 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旧金山會晤 涉軍重要共識 美方應正視中方關切 多做有利於兩軍關係發展的事 中方強調在台灣問題上 絕不會絲毫妥協退讓 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切實將有關承諾落到實處 停止武裝台灣 反對台灣獨立 中方敦促美方減少在南海的軍事部署和挑釁行動 停止對個別國家侵權挑釁提供支持 美方應充分認清海空安全問題根源 嚴格約束一線部隊停止渲染炒作 中方還就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問題和國際熱點問題 闡明嚴正立場和重大關切 據日本媒體報導 現年83歲的日本前首相 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8號公開妄言稱 所謂台灣有事必然發生 並且將成為事關日本生存的危機事態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將很難救助在台的日本人 日本必須事先做相應的準備 對於麻生太郎的言論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表示 這完全是不自量力 心懷不軌 據日媒報導 現年83歲的日本前首相 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8號在福岡縣的國政報告會上 圍繞台灣海峡的緊張局勢加劇議題 提及了台灣地區出現突發事態時的撤僑工作 還聲稱 日本需要自己派出潛艇 在台灣海峡進行行動 對此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回應表示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日本政客再次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 妄議中國內政 甚至鼓吹插手干預 這完全是不自量力 心懷不軌 我們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 外部勢力慫恿干涉 是威脅台海的最大亂源 堅決遏制謀獨挑釁 才能真正維護和平安全 日本曾犯下青台罪行 因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作出的承諾 执意把中國內政同日本的安全綁在一起 將給自身和地區造成災難性後果 1月9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部分產品關税減帳進展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商務部發布公告認定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構成貿易壁壘後 2023年12月21日國務院關税税責委員會發布公告 決定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部分產品關税減讓 請問有何進展 後續有何安排 對此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 根據國務院關税税責委員會2023年12月21日公告 自2024年1月1日起 大陸方面已對原產於台灣地區的丙烯 兑二甲本等12個税募進口產品 終止適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協定稅率 按現行有關規定執行 自公告發布以來 民進黨當局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 取消對大陸的貿易限制 反而搞政治操弄 企圖栽贓甩鍋 迴避責任 目前有關部門正依據ECFA相關條款和有關政策法規 研究進一步採取終止ECFA早期收穫 農漁 機械 汽車零配件 紡織等產品關税 稅減讓等措施 針對此事 民進黨當局立即使出慣用的抹黑和甩鍋伎倆 賴清德10號望言稱 大陸此舉是以傷逼政來影響台灣選舉 台行政機構經貿談判辦公室則聲稱 大陸應立即停止藉所謂經濟脅迫 企圖對台介入選舉 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而台陸委會也稱 有關兩岸貨品貿易爭議問題 願在既有架構下與大陸協商 但大陸的目標是介入選舉 試圖影響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 而台經濟部門則表示 2023年 台灣地區在早收列表項目中 出口到大陸的金額已降低到約150億美金 跟ECFA生效之前相近 紡織業 機械業 汽車零組件業等市場 已經開始轉移到歐美 印度 越南等市場 台經濟部門聲稱影響不大 然而 台灣地區的相關產業界態度卻完全不同 台機械工會表示 已與大陸機械工業聯合會進行溝通 希望大陸方面不要取消ECFA機械業關税優惠項目 9日 台石化工會也表示 兩岸石化產業長久在良好的發展基礎下共存共融 呼籲民進黨當局正視大陸相關措施的衝擊 認真看待兩岸正常經貿往來 在可協商的基礎上 積極處理與解決兩岸貿易問題 讓兩岸石化業可以本於互利發展的目標 共創新游 相關問題 我們來連線台北的時事評論員賴岳謙 賴先生 你好 對於大陸擬進一步終止ECFA關税減帳 民進黨當局借機詆毀稱 是所謂經濟脅迫 操弄大選 您覺得他這種回應是否在預料之中呢 對 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民進黨的回應沒有效果 不會產生任何作用 原因很簡單 蔡英文上來了以後 當ECFA的時間滿了 中國大陸要求民進黨必須要在WTO的框架下 不能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有歧視性的行為 更重要就是在ECFA的框架下 也不能夠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有歧視性的行為 這個事件很早就以前公佈了 而且裡面有很多中國大陸的廠商 他們要求應該要平等對待 所以提出反ECFA跟反WTO的這些調查 調查經過屬實 台灣民進黨當局有違反這個規定 但是限令他時間 他顽固的不改變 顽固的不改變 藐視了ECFA本身的 他的公正性 公平性跟平等對待性 當然中國大陸就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這些行動都是合理 自然 而且在國際間也都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因此當民進黨當局眼看了 他的這個不理會中國大陸的嚴正的表達意見 他開始遭受到這些衝擊 而這些衝擊讓台灣的紡織 石化 傳統的機械產業對於民進黨嚴重的不滿 看起來民進黨想要搞仇中反中的舊把戲 事實上在這一次我們很明顯地看到 他在台灣的社會的輿論中沒有起任何作用 這代表什麼 理虧就站不住腳 民進黨長期以來走歪路 走邪路 但是他就是不肯走康莊的大道 我們覺得學藥勒馬看起來 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們是不見棺材 是不會掉淚的 好的 感謝賴先生的點評 據台媒報導 台財政部門9號發布 進出口貿易的統計數據顯示 2023年 台灣對大陸與香港貿易順差 為805.5億美元 報導稱 2023年台灣地區貿易順差為805.56億美元 其中對大陸與香港出口1522.49億美元 進口716.99億美元 貿易順差805.5億美元 數據顯示 大陸與香港依然是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從出口貨品類別看 台灣對大陸與香港出口最大宗為電子零組件 全年出口額達969.94億美元 佔總額的63.7% 其次是資通與試聽產品148.57億美元 據統計 2023年台灣出口總額為4324.79億美元 同比減少9.8% 進口總額為3519.23億美元 同比減少17.8% 其中對大陸與香港 東盟 日本的出口 分別減少18.1% 5.4% 6.5% 對美國和歐洲出口增加1.6%和2.9% 自上述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金額均明顯減少 其中次東盟進口減少23.9% 自日本進口減少18.6% 自大陸與香港進口減少16.1% 此外 2023年台灣出口衰退469.4億美元 對大陸出口年衰退336億美元 大陸佔比高達72% 對此 台財政部門統計處長蔡美娜解析 台灣外銷高度集中在大陸 香港 台灣中華征信所表示 台灣每年的貿易順差 完全依賴對大陸的龐大順差 如果失去大陸市場 台灣就會從順差變成逆差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訂的福建省献血條例正式施行 確定每年12月為全省無償献血宣傳月 了解台海資訊 輕鬆掌握時事 跟民進黨的意見不一樣 1450就去咬你 民進黨的檢討就跟自動播放器一樣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這就跟台獨一樣 你想要把中國因素拿掉 協議裡面就是中國DNA 大陸絕對不會再容許任何一個國家 打台灣牌 上個幼兒園怎麼說得跟公鬥劇一樣 他們兩個以前關係敏感著 別人這樣辛辛苦苦的事 你就這樣出來搶公 有備而來後發之人 這群女人又在搞什麼事 我知道其他媽媽們另外有個群 你能把我拉進去嗎 如果我把你拉進去的話 加油 媽媽 1月12日起 每晚18點35分 就在海峽衛視 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新人 民進黨當局推行的2019版克綱 遭島內教育人士痛批 是無恥克綱 該事件持續引發外界關注 據台媒報導 台灣高中教師歐桂枝 在上節目時被主持人問說 你用十惡不赦 遺害終身 遺臭萬年等詞語 來形容克綱 會不會太重了一點 對此歐桂枝回應說 用詞雖然重 但寫實 節目中主持人向歐桂枝提問 此前曾用十惡不赦 遺臭萬年等詞來批評民進黨當局的做法 如果再來一次會怎樣 可是我必須要說 這些非常重的這些話 或者是說非常凶惡的這些詞演 我認為現在台灣是處在一個文化逆流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已經很久了 所以這個逆流非常的強大 那所以我不用重一點的字演的話 根本 你積不起連一都積不起 可以 所以其實雖然用的是重字演 可是我仍然覺得我是寫實的 節目下方評論區有島內網民表示 支持歐老師仗義直言 禮義廉恥是做人基本的道德底線 有網民說 歐老師正義感言 為人施表 我們都欣賞你 支持你 還有網民說 歐老師很令人尊敬 勇敢 有膽識 有智慧 據台灣媒體報導 歐桂枝8號中午還和台灣歷史教育 新三字運動協會成員赴台教育部門前 陳情抗議 要求重修課綱 提升初中和高中語文的文言文比例 並重新改回中國史課綱 1月9號下午3點04分 大陸在西長貴星發射中心 成功發射爱因斯坦探偵星 不過該事件在台灣島內 卻被民進黨當局拿來炒作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防務部門9號下午針對此事 突然連續四次發布警報 不光鬧了笑話 外界也批評這是在製造恐慌 而且詭異的是 警報內的英文還把衛星翻譯成導彈 台外市部門正在舉行記者會 沒想到進行到一半現場警報聲大響 台外市部門主管吳釗燮左顧右盼 最後接過手機讀出訊息 卻沒想到鬧了個天大的笑話 這條被吳釗燮誤讀的訊息 其實是台防務部門9號下午3點14分 突然連續發布的警報 內容提到大陸發射的衛星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請民眾注意安全 若發現不明物體通報警銷人員處理 但英文的版本卻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剛才我接到一個簡訊說 中國發射這個飛彈 你發警報我又收到兩次 你還講說是飛彈 因為這是我的口誤 這是我的口誤 你看它的英文 是MISO還是SATELITE 人造衛星怎麼講 SATELITE 怎麼寫MISO 這個我就 陳建仁當場被問到啞口無言 不過蔡英文在警報響起時 卻是笑容滿面 發生什麼事情就變得真情 對於警報事件 蔡英文聲稱 所謂民主社會就是要公開透明 民進黨2024候選人賴清德 也極力辯解 本於人民有資的權利的立場 特別把中國發射 衛星這個訊息傳達給社會大眾 但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口譯割召宜祥也指出 警報上的英文不只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甚至還把防空警報說成是空襲警報 他說選舉期間有300多位外媒記者在台灣地區 一下飛機看到空襲導彈可能都嚇死了 台防務部門真的要找個英文好的翻譯來看英文稿件 台防務部門事後雖然就警報翻譯錯誤道歉 但有不少島內網友看不下去 認為台防務部門此舉是配合民進黨在製造恐慌 並質問當局指道歉誰負責 由於台防務部門發布警報時 正好有台媒在錄製政論節目 被打斷發言的嘉賓一度還以為是地震來了 在現場的台灣媒體人黃陽明指出 2023年大陸至少三次發射衛星經過台灣上空 最近一次還是十天前 當時都沒有發布全台籍警報 選前發布的用意不言而喻 因為選舉到了嗎 因為選前十天要用這個方式來影響選舉嗎 台防務部門發布的烏龍警報 招致島內一片罵聲 藍營質疑民進黨此舉用心險惡 發布假訊息讓人民內心恐懼 結果後來是烏龍一場又是炸彈 炸那個炸 發布這樣的訊息 來嚇台灣的選民 而且選舉只加三四天了 是我們自己民進黨界選 有這樣的嚴重的嫌疑 動機可異 選在這個時間點外界認為是不是在企圖 影響選情以及最後選舉的結果 而且製造並不必要的恐慌 針對蔡英文讓島內民眾不要害怕的言論 台灣民眾黨2024候選人柯文哲表示 香港中平社10號發表評論認為台灣地區2024選戰已進入倒數 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震盪 雖然有部分輿論認為全台警報此時的發布恐有利範率催票 然而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是國民黨2024候選人侯友宜強打的關鍵字 過分炒作戰爭風險可能會加深選民對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的疑慮 相關問題我們馬上來連線台北的時事評論員林敏正 林先生您好 台灣過去從未就大陸發射衛星發布過警報 為何在臨近選前要這樣做 台防務部門是在配合民進黨製造恐慌嗎 我想昨天下午過後 大家就覺得說這也太荒謬了吧 第一個是全世界每天有多少顆衛星在我們頭頂上繞來繞去 那請問這個台灣的相關單位是不是每天有這個衛星通過這個台灣上空 那這個警報就要響一次呢 那不是每天搭手就叮叮叮叮叮 想半天想不完嗎 因為這個衛星全世界沒有人會把它當作是一個需要擔心的東西 那結果呢你把它小題大做當然引起很多人不滿 我想呢 民進黨他操作這個東西呢 絕對不會是無地放始 他當然是有目的的 那會不會是為後續 接下來這個選戰呢 剩沒幾天呢 到投票呢頂多剩個三天左右 三天多左右的時間 那所以他會不會再鋪墊什麼奧部 我覺得可能有待觀察 但我必須要說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警報沒有任何影響 他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召喚綠營的歸隊 有一些綠營這種很基本教育派 或是綠營鐵粉的人 就會認為說這確實是個危機 然後呢可能因為這樣擔心什麼綠營可能落選 所以最後呢會集中選票 甚至本來呢可能支持柯文哲的 拉過來呢支持這個賴清德 那如果能夠移動個二到三百分比的這個選票 那就很有可能對這個選舉結果 產生重大影響 所以呢也不要認為這個簡訊呢 警報完全沒有用 他可能還在潛移默化 在慢慢發酵之中 好的感謝林先生的點評 那麼相關問題 我們再來請教台北的時事評論員 賴岳謙 賴先生 看了上述新聞 對於台防部門發警報 製造民眾恐慌後 綠營政治人物的反應 您有何觀察呢 我們高度懷疑 這是演了一場猴戚 換言之也就是說相關的當事人 很有可能都知道 或者是設計這一場猴戚 因為大陸要發射人造衛星 這個是很早以前就公佈的 而且在維基百科的2024年 國際重大的人造衛星發射的這一些過程中 都已經有解漏了 所以四人都知道 那民進黨可能掌握到這個訊息 所以就想在台灣的選前演了這麼一場猴戏 大家都知道這是政治操作 而且高度懷疑 賴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 早就知道他們在玩這場把戲 為什麼呢 因為對蔡英文來說 沒有讀稿機 沒有別人寫的稿子 她根本講不出流利的話來 而她那一天卻講出流利的話 我們到目前為止一直要求 蔡英文把她的講稿 公佈給大家看 到目前她不肯公佈給大家看 我們就合理的懷疑他們都在演了這麼一場猴戏 演了這一場猴戏 本來想用一顆衛星來製造 複製幾年前陳水扁的兩顆子彈 造成台灣的這種芒果乾的這樣的一種壓力 但是適得其反 因為台灣的媒體社會 甚至廣大的年輕人憤怒憤慨 批評台灣的防衛部門 批評蔡英文當局 批評民進黨當局的選舉炒作 簡直是可惡自己 所以他們這一次搬的石頭 扎了自己的腳 好的 感謝賴先生的點評 我們接著來看下一條 臨近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日 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 9號在台灣北部地區敗票 同時也找來台北市長蔣萬安陪統助政 但在聯安議題上 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 9號又聲稱 願意在所謂對等尊嚴的前提下 跟對岸進行各項合作 對此 侯友宜批評賴清德 又再騙票 選戰最後關頭 侯友宜努力敗票 也拋出自己的主張 反對廢除死刑 實現正義公約 在拜票的空檔時間 簽署反廢死承諾書 侯友宜更大陣仗召開記者會 這個選戰 這個選戰 剩下只有四天時間 六天前吧 我說我每日一問 你到底是支持費死 還是反對費死 人民再問他 他掉頭就走 質疑賴清德在費死的議題上沒有表態 選戰最後一周 侯友宜要從治安問題著手 其中反費死就是主軸 對於死刑的存費問題 侯友宜喊話賴清德要明確答覆 另外針對賴清德9號開記者會聲稱 願在所謂對等尊嚴前提下 與大陸達成合作項目 侯友宜批評說 這根本就是在騙選票 台選部部門近期公布各縣市民代的選舉公報 結果網友發現 不少民代候選人提出的政見相當奇葩 有的提出火鍋不加芋頭 咖哩飯不可以半等政見 也有人在政見會賣力表現 反而弄巧成桌 吃火鍋的喜好被當成參選民代的政見之一 就連咖哩飯不能辦也被列入 島內一群民代候選人為搶曝光 政見一個比一個無厘頭 蘇群杰把政見發表會當成誓愛大會 另外基隆的一位明代候選人則提出 其政見是希望落實居住正義 打算向神明討房屋稅 地價稅 還認為現行刑罰太輕 提議罰超道德經 此外 還有的候選人主張優生學 判增加生育率 讓人哭笑不得 台中第六選區無黨籍民代候選人賀姿華 則自備道具 眼情警句 政見說是要替原配伸張正義 只要讓他進台立法機構 就要制定婚姻第三者賠償條款 而明代發表政見時 往往也比台灣地區領導人更有表現力 但下面這位則是太用力了 每逢選舉 島內的各路候選人為吸引眼球 可謂是使出渾身解數 島內媒體分析稱 選民殷切期盼和努力選出來的人 不少都是只會表演的演員 根本無法為選民服務 這樣的行為無異於擾亂社會的運作 相關問題我們來請教台北的時事評論員林明正 林先生 台選舉部門近期公布 各縣市民代候選人的選舉公報 結果網友發現 不少候選人提出的政見相當奇葩 那麼對此您有何評論呢 那之所以會有這些光怪陸離的政見 大概可以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 第一個參選門檻是很低的 因為基於西方普選制的精神 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利 所以你只要交了20萬的保證金 那你就可以來參選 那20萬新台幣對很多人來說不困難 那有些人可能他很有錢 那他也一直很想參政 知道選不上他20萬丟下去 就算打水漂他也無所謂 所以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或者說比較想法比較特異的人 我就丟個20萬來參選 過過這個參選的影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凸顯 自己可以在媒體上有所曝光 過去台灣或者說我們世界上 媒體沒有這麼發達 像台灣過去所謂的老三台時代 只有主要幾個電視台 可是到今天 這麼一個媒體發達的時代 媒體由於在台灣的媒體 大部分是私人的 那他講究的是要有這個 包括現在網路講的 點閱率會要有流量 所以呢你沒有一些 第一個你不是紅的人 有名的人 那他不想報導你 你根本沒有上報 或上媒體的機會 所以呢就要透過一些 特殊的方法 來讓媒體來報導自己 目的呢就是希望在這個 媒體泛濫 媒體衝刺的時代呢 凸顯出自己 可同時呢 相對而言呢 也整個拉低了這個 選舉文化的水平 這是西方選舉制度的弊病 那發展到今天 不管在台灣 甚至在歐美 也都陸陸續續的展現 這個這套制度呢 確實有它部分缺陷的地方 我想透過台灣這些 關怪陸禮的政見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其中的問題了 好的 感謝林先生的點評 來看下一條 據台媒報導 台灣首播一年制義務義士兵 將於本月25號入伍 600名義男完成8週入伍訓練後 必須通過相關測試 否則不得放截訓架 測試不及格者 需留訓一週補測 而為防止有人不服役 或當逃兵 台防務部門也證實 正在規劃修正 台陸海空軍的懲罰辦法 完成作業程序後 將送交台立法機構審議 台灣1511年期 在2024年正式上路 對象鎖定20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義男 首踢約600名 1月25日入伍 接受為期兩個月的入伍訓練 課程除了步槍射擊 還將增加行軍和野營等 接著還將進行44週的部隊訓練 進而投入台灣一年一度的漢光軍演 台陸軍方面表示 義男在入伍訓練的期末測試 將結合震撼教育訓練 不合格的人員必須留訓 補測一週 仍不合格的 則分發到部隊持續訓練 此外 為防止一期較長的義男 心緒不定犯險脫軌 台陸軍方面表示 除課程時間有調整外 還新增軍人職責宣誓 正告義男們軍人職責所在 以建立軍紀觀念 嚴肅部隊紀律 台防務部門也證實 正在規劃台海陸空軍的懲罰辦法 若有人無故離去或不救職役 將進行刑罰宣導 回過執行期不計入一期 台防務部門 將完備法制作業程序後 送交台立法機構審議 對此台退役將領張延廷表示 島內軍法不言 現在年輕人崇尚自有 又離不開手機 逃兵情況恐怕暴增 你又管制手機 又管制起居 又怕你沒有兵便 他就跑掉了 終身都敢拿刀殺人了 這些赤龍赤虎黑道弟兄 都會進來 那你怎麼樣 怎麼去管教 可能就逃兵 逃兵沒有軍法 可能完成這些法律成績之後 他可能已經退伍了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空軍的T34C初級教練機 服役近40年 早已老舊不堪 台空軍規劃執行新式初教機案 漢翔公司在8日宣布 已完成新式初教機第一階段設計 將於自研專案啟動後 開始第二階段細部設計 預計下一代新式初教機 在2028年首飛 2031年實現量產 報導稱 由於T34C初級教練機服役近40年 台軍方聲稱 將於2033年陸續將該機型退役 漢翔公司於8日宣布 下一代新式初教機 目前已由台所謂中科院 與漢翔公司完成第一階段設計 將在自研專案啟動後 由台所謂中科院與漢翔公司 展開第二階段細部設計 並於2028年實現首飛 2031年開始量產 漢翔公司還披露 下一代初級教練機的自製率 有望達到95% 不過據台軍方消息透露 台空軍的新式初級教練機 究竟是外購 自製或租借 目前尚未決定 下年度的預算也未編列 對此 漢翔公司聲稱 所謂台機台造的政策應延續 希望蔡英文能在卸任前拍板核定 此外 漢翔公司還強調 45架初教機的自研經費 為214億元新台幣 若外購則需186億元新台幣 但考量飛機25年寿命期的 後勤維護經費 則自研經費為520億元新台幣 低於外購的529億元 更遠低於租賃飛機使用的 564億元新台幣 對於島內武器自研的議題 國防部曾明確表示 民進黨當局妄圖以武謀獨 以武巨統是沒有出路的 以武謀獨更是死路一條 祖國統一不可阻擋 唐必當車不自量力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時代戰 隨時能戰 將以雷霆之勢 挫敗任何台獨分裂圖謀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了解台海資訊 輕鬆掌握時事 跟民進黨的意見不一樣 1450就去咬你 民進黨的檢討 就跟自動播放器一樣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這就跟台獨一樣 你想要把中國因素拿掉 協議裡面就是中國DNA 大陸 絕對不會再容許 任何一個國家打台灣牌 重慶燒烤 冬季必備全洋料理 加點辣椒花椒調味 麻辣過癮 台灣廚師西進取經 複製大陸流行的餐飲元素 大受歡迎 台灣女孩靠著立體拉花手藝 讓可愛動物立在非洲 既療癒又吸睛 還被不少大陸咖啡店 特別邀請她化海去教學 海峽通經濟 每個週末為您講述 兩岸民眾的財富故事 歡迎回來我們繼續來看新聞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灣某人力資源公司 近日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台灣雇主面臨爭財困難 73%的雇主反應 合適的人才難尋 據報導 台灣某人力資源公司 近日發布2024全球人才 短缺調查結果 報告顯示 台灣雇主面臨爭財困難 73%的雇主反應 合適人才難尋 有630名台灣企業雇主 在受訪時反應 運輸物流和汽車業人才 短缺排名第一 而最為短缺的五項員工技能 分別為資訊科技與數據技能 工程技能 製造與生產技能 人力資源技能 和永續與環境技能 更大的隱藏問題是在後面 就是沒有新手的加入 傳統製造 本來是屬於人力密集的關係 都是靠技術本位 現在沒有人亂 自然就是沒有人去拿這個訂單 現在年輕人不喜歡 我們這種工地勞動 台灣人力資源公司分析 隨著全球旅遊復蘇 市場對運輸物流行業 服務人員的需求 越來越大 但目前相關人才的培養速度 遠不及所需 關於雇主因應人才短缺的策略 除了提高薪資待遇 台灣企業也開始在為員工 提供彈性工時和工作地點等方面著力 顯示其既希望招募到關鍵人才 也希望留下既有的優秀人才 目前製造業狀況受限於國際貿易 它復蘇的力道還是沒有到很強 它人力需求當然還是各業別裡面 人數最多的 餐飲業、量販業以及這些飯店業 觀光業、運輸業的部分 其實可能還是人才比較吃緊的一個情況 至於影響2024年人力資源策略的關鍵因素 調查顯示 70%的受訪雇主最擔心經濟衰退 有專家分析 經濟衰退或將導致職位空缺凍結 人力無法補足 預算緊縮 則影響人才培養和發展計劃 使員工難獲必要技能 請您登陸福建網絡廣播電視台 3w.fgtv.net 或手機下載海博TV客戶端 收看本期的相關節目內容 如果您錯過今天的直播節目內容 請看福建IPTV寬帶智能電視 點播回看更多精彩內容 獲取更多權威信息 請關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官方微信公眾號福建發布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يا羽 啦 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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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